各位看一下 首先一樣喔 錄製 這邊的話聚集用錄製的方法 那錄製的話呢 名稱我可以取做叫做出體好了 出體 那這個聚集按確定之後 那我的目的當然第一個 我希望讓這個範圍怎麼樣呢 重新出體 所以我就打勾 這個地方就重跑一遍對不對 再來的話我把這個範圍怎麼樣呢 Ctrl-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怎麼樣呢 Ctrl-C 複製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到哪裡呢 再到這邊的 這邊最上面這裡 把它怎麼樣呢 右鍵 選擇性貼上怎麼樣呢 只有什麼呢 只有值嘛對不對 按確定之後呢 它這個地方就改變 那改變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這邊的題目也改了 那其實這個切換 它也把它錄下來 所以把它停止下來 好這個地方 只要這邊更改之後的話呢 它的題目就重新抽了 那也就是說呢 我這個地方就直接把它停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聚齊裡面就會有一個 聚齊 這邊就有一個叫初題對不對 我們來編輯一下看一下 實際上你會發現呢 當然初題裡面 錄下來有蠻多是垃圾的 像這個什麼呢 Score有沒有 它其實是滾中間的部分 其實這個可以刪掉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所以聚齊齁 錄完之後的話我習慣會看一下 如果有一些垃圾的程式碼 就把它清掉就好了 清除掉就可以了 所以你剛剛那個 從1975列開始 那就不對了 應該要從最上面那一列 可能剛剛在錄 那沒關係可以改 這個可以delete一下掉 那同學很細心 看到1975那就不對了 所以應該要從哪一列呢 應該要從這個地方開始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哪一個呢 應該是D1的儲存格 對不對 所以就直接把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D1就可以了 D1就可以 那我前面講過嘛 這個應該大家 應該慢慢比較不會那麼陌生 有沒有 Range 那Range呢 實際上就是儲存格 儲存格 它跟那個Sales最大的差別 前面也一直講 一直強調有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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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